是交通局临死亡愿景的新广告宣传 超速导致车祸值得吗 以逼真和惧冲击力的撞车后影像 向汽车驾驶们宣导严重车祸的后果 以往临死亡愿景宣传 都以针对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为主 今年则首次表现汽车驾驶肇事后的心理 广告呈现导致交通事故的危险驾驶行为 包括超速 转弯过快 不让路和分心驾驶等等 并针对驾驶提问 如果真的因为一时不小心 导致他人丧生 值得吗 此次花费400万美元的交通宣导活动 将持续至明年春季 市交通局长乔顿伯格表示 根据数据 每年秋冬季节的夜晚 交通事故特别频繁 希望驾驶上路都能注意行车安全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 唐成 纽约报导